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芬姐 这是芬妈 但是从现在开始要叫她宁姐了 她有自己的宁姐小兔哦 好的 谢谢 我挺为宁姐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非常好吃的米香 它是日式的对不对 日式玫瑰米香 我们今天分享这个做法给大家看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这是米香腰果 杏仁角 蔓越莓干 盐 砂糖 海藻糖 一点水 麦芽糖 转化糖 奶油 玫瑰酱 玫瑰花瓣 覆盆子粉 加了这个就可以油甜变酸酸酸甜甜的 哇妈妈你这个非常的高纲 材料很多 是的 这是拍肉的 对你还要拍腰果 哈哈哈 将腰果和杏仁角 拍碎成米香的大小 蔓越莓也切成米香的大小哦 哦所以我在吃米香的时候会吃到一些蔓越莓果粒啊 对 哦嗯 好吃耶 好 杏仁角 你先放在底层 腰果腰果 也铺上去 铺上去 铺上去 好 这样烘烤一下哈 对 切碎的 慢慢慢慢 把它 铺上去 好 7到8分钟 用150度的火 上火就可以了 中层 盖起来咯 我把它拿出来 哦 香香哦 将所有的米香放在刚烤好的坚果盘上 再放入烤箱保温在130度 130度继续烤 好 就让它保温在那里的意思啦 对 它开了火之后 还要动一大瓦斯就对了 好 那水 这是海藻糖 砂糖 砂糖 可以吧 转化糖 转化糖 跟麦芽糖 这个时候都要下去了 嗯哼 麦芽糖 是让所有米香跟坚果粘着在一起的 结酌剂 再刮下来 现在先这样子 好 转化糖倒下去 好几种糖耶 但是这种糖不算甜 微微的甜 多吸一点 通常都会用到这个 就是这些 所有糖类加温到120度 油 放下去 火酱 火酱下来 有机玫瑰酱 有机的 嗯很好 这个被烫到不得了 意思就是说 小幸运姐是有练过的 对 可以 好把玫瑰花瓣捏碎 嗯 拿过进去 好 好 温度到达125度时 就可以倒入保温好的米香和坚果 马上拌炒 哇粉红色的耶 利用麦芽糖浆 将所有的米香和坚果 黏着在一起 趁热赶快拌 对不对 趁热拌 戴上隔热手套 趁热将米香压入模具中 要压紧 嗯 压密 嗯 这里动作要快是不是 对要快 嗯 一下就定型了 对 定型了 沾板就很好用 嗯 盖在上面 诶 诶 成功 漂亮 漂亮 成功 我现在要试吃一顿 给观众听看看 好 ASMR一下 好吃吗 好脆喔 好脆啊 嗯 好好吃 再配上一杯咖啡 讚 喜欢我们的V胖吗 宁姐有开一个社团喔 资讯栏里面好 找到我们的社群 加入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